零基础学电脑,不分年龄,无关学历 大家好,我是电脑培训的王老师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认识键盘 第一课,认识键盘一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功能键区 从F1到F12的功能介绍 从这一节课开始 我们开始来认识我们的键盘 我们的键盘的话分为五个区 上面这一排是功能键区 右边这里是状态指示灯区 这个小键盘这里叫数字键区 这一小块叫控制键区 我们经常打字的用到拼音 还有标点符号、字母 这个区域的是主键盘区 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功能键区 ESC F1到F12 每个键的功能使用 ESC这个按钮的话 它是一个退出键 当我们在用电脑来打开看视频的时候 打开全屏 我们想退出就是用这个键 ESC这个键 然后我们在办公软件 Wall Excel还有PPT 我们通常会有的时候 我们会打开全屏 特别是PPT的时候 打开全屏了之后 我们要退出的话 就是按这个键 ESC这个键来达到退出全屏的效果 F1 F1的话它是一个帮助键 这个键的话呢 我们经常打开一个界面 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按一下F1 比如现在我按一下F1 你看这里就冒出一个帮助的一个板块 给我们供我们观看 供我们看和参考 F2 F2的话 我们通常用得着的就是一个 当我们在桌面上 我们想对文件夹 或者是对一个文件进行重命名的时候 我们可以鼠标指着它 点一下 然后按一下F2 那我们达到的效果就是重命名 当我们想对一个文件进行重命名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着它 鼠标右键进行重命名 同时我们可以指着它 指点按F2 能够达到我们重命名的效果 F3 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时 当我们搜索很多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按F3进行切换 我们正在打开的搜索界面 比如我现在的话 我搜索一个叫什么是利润率 是吧 我点搜索 搜索完了之后 我再进行进一步的搜索 搜索 那我现在的话F3怎么用呢 我按一下F3 它达到的是什么效果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它会进行一个上面这个小界面 上面这个小板块 我们刚刚打开过的这些板块 这些界面它进行一个切换的 不用我们鼠标去点 按F3 它会轮流的给我们换过来 这是F3在这边的使用 F4 当我们在打开的浏览器中 我们按F4 光标即会出现在我们的地址栏上 我们就直接可以进行重命名 给它重新输入我们想要的网址 然后按F4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 我们常用软件的链接按钮 供我们选择 这是F4在浏览器里面的使用 F4在我们的Excel里面 F4在Excel中 我们在计算及使用函数的时候 按F4 它可以对我们所选中的单元格 及区域加绝对引用符号 F4我们在PS的软件中 这个F4就会起到一个粘贴的作用 F5 无论我们打开哪个界面 我们按F5 它就会起到一个刷新的作用 它当在PS软件中 这个F5 它就会起到调出画笔控制面板的一个作用 所以上面这一排它的这些按钮 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会有不同的使用效果 我们现在来讲F6 F6 当我们在打开Word的时候 我们想对一段文字进行翻译的话 我们选中那段文字 直接按F6 这样的话 它就把我们刚才选中的那段文字 就直接变成了英文翻译右边这里 中文翻译成英文 这是起到一个翻译的作用 F7 当我们在打开Word的时候 我们想对我们所写的英语单词进行检测 有是否有误 可以用到这个F7 它起到一个检测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的话 把我的这个Delete 我把它假装我错了 我删掉一个 删掉两个 是吧 那我现在的话 选中这一段 或者是不选 不选的话 它检查的是整篇文章 选中的话 就只是 只是检查 这一部分 我选中了 只要我按F7 然后它就给我们说 这也现在你所在 选中的这个区域 这里给你标出来了 这个本来应该写的是删除键 是吧 但是呢 你写错了 你是不是想写这些 其中的一个 它给我们提醒说 你应该这个样子写 这就是F7 在我们Word里面的使用 直接跳出 拼写检查 但是它只针对英文单词 F7在PS软件中 我们按F7的话 就会弹出图层控制面板 F8 它是Windows启动 选项 比如我们的电脑 出现故障的时候 按一下电源开关 启动时 按一下F8 系统可以弹出 几种的启动模式 供我们选择进行修复 F8在打开其他软件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在CAD绘图 画直线的时候 我们按F8 能使直线垂直和平行 F9在Windows里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途 但在Excel中会有特殊的使用方法 我们后期会讲到的 F10 它就是 其实它就是鼠标右键 冒出来的这个界面的弹出 那它的话 我们一定要按Shift键 加F10 它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好 F11 当在打开的Windows窗口中 我们按F11的话 可以使窗口变为最大化和还原 我们按一下F11变成最大了 是吧 我们再按一下F11 它就还原成这么小 按一下F11 它就是这样切换了最大化和还原F11的功能 F12在我们办公软件当中 我们打开Word Excel 还有PPT 我们要保存的话 我们有保存和另存为 是吧 那我们按F12 它就是一个另存为的作用 我们经常在保存的时候 我们就在要另存为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用这个按钮 F12另存为 那我们现在从ESC F1到F12的功能介绍 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的话 要使用F1到F12这里 这个功能键的话 我们要先按住FN这个键 那之后再去按这些键 才能起到作用 如果是台式电脑的键盘的话就不用 就直接按就可以了 虽然这些键我们看起来平时很少用 但是偶尔有些键它也还是比较常用和好用的 是吧 比如F5刷新 比如F2重命名 比如F12它是一个另存为 在我们办公软件当中 我们经常点要另存为的话 我们不用去点很多 我们直接按F12就能达到效果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